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学校里的只有师父和徒弟 所有学生都是徒弟 都是工人 所有教师的师父都是车间主任 而且哥多皮护士还要提高 比如说木作 比如说纺织 比如说图案设计 比如说烧池 那些师父的社会地位 希望他们的地位和基础课程的那些教师的社会地位一样 不过今天已经没有任何人记得 最早的包吼斯的陶瓷作坊的建立者和设计者 最早的这个布公 作坊的设计者和制造者是谁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 包吼斯学院有两个伟大的艺术家 一个叫康宁斯基 一个叫克林 当然不只是两个 还有 还有几个 都非常聪明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还是最后回到一个老话题 艺术营的名声 艺术营的巨大的社会名声 这个巨大的社会名声也导致了他们的作品的巨大的回报 反过来 设计家们 他们也要获得名声 所以 尽管这两者互相纠缠 但是我们看到的现象是这样 越是知名的设计家 越是有思想的设计家 他越强调 我其实是艺术家 而且真的有人 这么些获奖的建筑大师一样 就像好像 沙哈哈迪亚这些 对对对 反过来呢 艺术家有先天的优势 但是当他们要解决他们的这个回报的时候 他们也面临很大的创新 压力 其实在设计里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我刚刚在描述这个历史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的设计是建筑设计 不是我们所说的产品 家具 平面 德鲁博士是建筑家 而且在那个年代 俄国的一个建筑师事务所 美国芝加哥的一个建筑师事务所 出了两个土地 这两个土地成为国字局的风格 International Style的领军人物 在德国 叫做贝伦斯设计事务所 贝伦斯设计事务所里面有一个图 这个人没读书 就在那个事务所里面干活之后 变成伟大的设计家 他就是著名的历史法德鲁博士 也是巴浩斯的第三名院长 吴森黛在美国独领风骚 成为International Style的重要大师 而在芝加哥 叫做沙利文设计事务所 沙利文设计事务所也有一个土地 这个土地也没有读书 自己在设计所里面出来的 叫奈特 奈特成为美国现代设计制度 也许这样的原因 所以当格鲁皮乌斯 当密斯凡德罗都移民到美国的时候 密斯凡德罗跟奈特成为极好的 而且密斯凡德罗在美国记得那么多大火 搞得风生水起 跟奈特是完全不合的 奈特全力支持这个密斯凡德罗 但是在五三代 美国建筑界率先批判格鲁皮乌斯 当时格鲁皮乌斯是阿富大学建筑系列系统人 批判格鲁皮乌斯是什么呢 就是他那两句著名口号 少就是多 装饰就最多 而当时下方的合法就是 少就是烦 单调乏味 毫无情感 格鲁皮乌斯很委屈 为什么这个密斯凡德罗大红大使 而他在美国就接不到什么火 只能在阿富大学教书呢 很有意思 这个现在很有意思 所以其实我们讲艺术设计 请大家记住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设计何形式建筑 法国最重要的就是谁 科普希 科普希也是个如果没记住 这个瑞典人 他也没有多个建筑师 他也没有多个建筑师 他设的就是一个工艺设计学校 但是他就成为一代建筑大师 整个现代建筑必须从科普希也开始 因为科普希也提出了现代建筑的五原则 也就是说具体落实了这个 international style的要求 而又没有美国的那种商业化 美国那种商业化 所以其实大家一定要明白一点 我们在讨论艺术和设计 但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一个偏见就是 艺术使的人只谈现代主义艺术和当内衣 设计使的人只谈现代主义的设计 建筑界就是现代主义的建筑 其实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他们是一体的 高度一体化 高度一体化的 而其中的核心是建筑 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人说 我忘了那个人是谁了 他说艺术是负责提出问题的 设计是负责解决问题的 你同不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 如果准确说不同意 这是个讨人好讨人巧的说法 难道设计都不提出问题 对 只能说当我们以为艺术贸事提出问题的时候 艺术这个问题可能是个废问题 所以没有意义的问题 当然说的好题叫纯精神性的问题 而设计的问题是很现实的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国际主义风格的起源 就是城市的扩张 要解决居住问题 降低建筑成本 而在城市人口没有扩张之前 居住在城市都是富豪 都是有钱的人 那么我们要追溯 现代建筑的起源 也跟这个现场有关系 比如说我们必须追溯到17世纪的荷兰 因为在建筑史的记载是真正的独立的建筑事物 建筑师就出现在17世纪的荷兰 我说的是独立的建筑设计师 也就是说以前的建筑设计师是不是独立的 不独立的 比如说文艺复兴的布鲁连兰斯基 他是个工作做法 他要接着是宗教活 对吧 17世纪出现独立的建筑师在荷兰 为什么 很简单 市民阶层起来 荷兰经过经商以后 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很有钱的市民阶层 但市民阶层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们有钱 一个有钱的人 当我们解决吃饭问题 解决所有问题 当我们很有钱了 慢慢解决的时候 你就会面临一个新的问题 我想修一个好一点的房子 我的身份 不就是我的身份 如何告诉别人我有钱了 告诉你 如何告诉别人我有钱了 既是一个容易的事 也是一个困难的事 容易的事像中国土豪 一天到晚请人吃包生吃 我当然愿意的时候 我跟土豪每天晚上包生吃多好 但是这里面有个危险 吃完饭的屁股一派 你就等于没有钱 第二天这么你有钱 你再去请我吃 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永恒的符号 这个符号就是这房 但是当那些十七世纪的河南的市民们 他们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要盖房子的时候 他们就同时面临一个重大选择 我这个房子首先不能是宗教建筑 我不能比教堂厉害吧 我也不能说皇家建筑 皇家建筑是朝廷啊 国王啊 我的 他就找建筑师商量 我的风格 我的风格 我有钱 但我又不是贵族 也不是宗教 我有钱 于是那些建筑师的很聪明了 就开始 偷一点宗教的因素 偷一点 贵族的因素 综合出新风格 所以新建筑从河南开始 我们把它叫什么 独立建筑师 是出现的 独立的画家也出现了 比如说隆伯朗 隆伯朗是为市民服务的 是吧 他的画家就为市民服务的 维比尔就为市民服务的 哈尔斯就为市民服务的 伟大的隆伯朗创造了一种独立风格 有一段时间 西方各大博物馆 都在为一个简单的问题争论 就是 罗伯朗的话 真的还是假的 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说 有一张带金盔的 罗伯朗的男人肖像是假的 这张话如果没记错 应该藏在赤大哥艺术博物馆 那么那些赤大哥艺术博物馆 就马上反驳 不 这是真的 怎么是假的 国宝是真的 你怎么说这是假的呢 就像 中国的鉴定 宋朝文童的主旨 全是在四张 其中一张在我们的广州博物馆 广州艺博物馆 不过 博物馆专家组 经过一个九十三代 经过鉴定 认为这大话是模仿 是艳体 当然 你去问广州艺博物馆的专家 他们说 不对 这是真的 这说不清楚 一样 罗伯朗一样 不过呢 自从出了一本书以后 大家不讨论那本 这本书叫 《伦伯朗企业》 其实罗伯朗当年不仅是个画家 他毕竟是他办了一个企业 一大堆学党在画罗伯朗风格 他的强大的力量在于 他创造了一种叫罗伯朗风格的一种图示 然后他的 同地们就按照图示去画 然后是对付市民的需求 所以叫罗伯朗企业 为什么这个罗伯朗企业破产呢 是因为他接到那个著名的叶群 后来我们今天称为叶群 其实跟叶群没有一点关系 就是发黑了这个画 接到这个画一大堆商人 要罗伯朗给他画一张画 就像我们今天15个富豪伟托里照相 那些人要把他排好了 排队了是不是 按照当时的富豪就是要排队了 大家都做到他出那么多钱 但罗伯朗作为一个艺术家 他觉得这样这个画不好看 这个画必须有主次 有虚实 有队长 有随从 于是随从就愤怒了 凭什么我出那么多钱 我随从了 那那个为什么是队长呢 发了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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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到上了门就一下子造反了 愤怒了不得了了 那罗伯朗这个时候的 艺术家的决心来了 我不敢 我是为了艺术 我这个画就是为了 这样的一个主次 整个画面有故事感 而且今天我们也知道 这个叶群最奇特的是 中间有个女孩冲出来 有个女孩是谁 你们看美术史局 一百堆讨论 一百堆论论 今天他已经成为河南这个最重要的国宝 那当年 因为他是为市民服务 委托到的人不满意 于是罗伯朗就怎么样 破产 不是罗伯朗个人破产 是罗伯朗企业破产的 罗伯朗就还钱 那是吧 值得我们留恋的就是 值得我们怀恋的 值得我们祭恋的 值得我们尊重的就是 他坚持着气 说到晚年很凄惨 破产 这本书一出来以后 希望没有再讨论罗伯朗的话 真的假的 真的也是假的 假的也是真的 那这个例子可不可以说明 这个就是艺术跟设计的一个 最大的差别 就有时候到最终是无法协调的 这个就是客人订单 你怎么满意它 可能永远也满足不了 如果你要满足的话 你就必须要把自己的这个要求给降低 但是往往好的设计师的话 就不愿意听所谓假方资助人的这个说法 还是觉得自己的这个专业水平 是已经把这些问题考虑在内了 反而是这个这个投资方 他的有些这种要求是过分的 所以说到韩婚一点 这个韩婚也应该说到批评的 比如说正题 艺术的设计师有区别的版题 艺术的设计不可分的 那么合题就是一个假话的说法 就是艺术和设计几乎不可分又可以分 这个话说的人也没错 但是呢 我们讨论这个问题 一直回到历史现实进去 刚刚在描述罗姆兰和事物 罗姆兰的话就是设计 它设计的一种叫罗姆兰的风格 它贯彻这样的风格 大家都喜欢 叫做奇怪的光 是吧 对对对 代表一种描绘 一种有笔触的描绘 有厚度的描绘 它之前和之后的西方柔画 凭得像镜子一样光 是吧 艺术一定是为某些人服务的 独立的艺术我们说得很好听 但是独立的艺术如何 也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设计也有独 也有独创 对不对 设计 你不能说设计家 就是只有维他人服务 然后自己就是一个工具 也不能这样说 因为设计创造生活 我刚刚所说的建筑 建筑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也有建筑家 他们设计的一大堆 不能住的房子 比如说著名的 奈特的流水别墅 你去住住看 晚上一定睡不着觉了 你怎么可能睡在一个晚上 掏声喧哗的地方呢 而且房子一定维护成本很高 潮石啊 山里面的潮石 还有一大堆虫子啊 蚂蚁啊 蚪蚣啊 或者等等啊 你们可以想象的 就像我们到温哥华以后 逛多了这些幸福的地方以后 我才发现 所有的享乐 都是要代价的 比如说你好不容易花的钱 海边买了一个房子 住下来以后 你就惊讶地发现 海风对墙有巨大的腐蚀性 如果维护那个 不断被海风吹的墙 就够你头疼 我们终于在山间住了一个别墅 握游畅神 就在山里面多好啊 告诉你 你的房子不能又松鼠进去 松鼠进去的话就很麻烦了 加上我们又生活在一个热爱动物的国家 你还不能随便打死松鼠 而且除了松鼠还有一大堆问题 最后发现 至少听说现在的80后的年轻人发现 最好住在市中心的公寓 公寓 是吧 所有房子服务都给别人帮了 自己去下边对有吃和玩乐 所以 我才知道 中国古人的这个近深山修炼 我一直怀疑它是真假 说说是真的 做起来其实很多代价 OK 字幕志愿者 发声 我é叫做 所有人都要在老朵 一片 我应该需要 全部 打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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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托